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我看以前的新闻 就突然她给我推送了一条 就说什么是浙江 好像还是哪个地方有一个女的 就是经常喝奶茶 点外卖 然后去抽血 就出现了那个乳白色血浆 有这种可能性 没可能 之前很小的时候说有一个小孩特别爱吃炸鸡 当然也爱吃各种垃圾食品 然后她也是乳白色血浆 没见过 乳白色血浆你可以为 乳白色血浆其实是一个生理现象 它应该叫做急性的血管盐 它那个就是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的 这个糖粉 还有喝了这个就是油脂 吃了油脂 吃那种Omega 6特别多的那种油 它就造成这个状态 比如说炸鸡 炸鸡能用什么油 植物油 一般来说用什么油 一般他们都会用进出的花生油 兑大豆油炸 因为那个香味 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特别特别香 所以炸鸡就用这一点 他们不可能给你用猪油炸 所以让我 所以我知道 太贵了 所以我知道猪油应该是更香 太贵了 对但是价格上肯定受不了猪油炸 它那个就是 就是这个调和油 植物油 大豆油和那什么 和那个花生油 这两种东西 如果他们用稍微差一点的 就那种 那个稍微差一点质量的 比如说进出的 还有这是精炼过的 精炼过的白 它没有那个杂质 如果用这个东西再炸这个东西 再炸鸡翅 那或者说是做这个外卖食品 比如说麻辣汤 麻辣汤吃完了 其实本来麻辣挺挺 胃上干净 又还健康 因为是蔬菜为主 但是它那个 煮这个菜用的那个水 和你最后给你浇的汁 里边就食用了大量的这个植物油 这个植物油 一般都会选用比较便宜的 我们应该有特别特别多的 这种植物油 就会造成那个 在血管里边这种血脂大爆发 血脂是突然增加了 血脂突然增加了以后 在血液里边会出现白色的情况 那太恐怖了 所以说你的外边 奶茶你就别喝 你奶茶就别喝 但你路过那 你就路过奶茶店 你就是想会点一两个 以前路过炸鸡店 他们拿那个电通膳 把炸鸡的香味吹到街上 然后让你去买炸鸡 那商业厕是吧 奶茶店呢 也差不多 它是让你喝完奶茶 上瘾 对对对对 有点上瘾有点那个意思 有有有 因为你平常在家里做 就自己做奶茶 造出那味 你要是真想达到 那个奶茶店的那个 奶茶的甜度 你放的那个糖的数量 自己都会害怕 拿一大堆糖 真的 你自己在家做不到那一味道 就是因为你放的糖 太少 但是我们都知道 糖多了以后 对身体不好 对 奶茶店你要不放糖的话 那个真的没法喝 它也就是跟 在家里做的差不多而已 还没有在家做糖喝 我觉得 对 它那个确实要稀一些 它用糖也是那个甜度高 还有一点粘稠的那个 裹糖 但是现在好多商家会使用零卡糖 什么叫零卡糖 就是甜味剂 现在他们一般都用的是 沐糖醇 没错吧 就是说你下单的时候你可以选 你不要白砂糖那种 不要糖 你要零卡糖 现在可以这么干 首先咱们来说 在外边喝奶茶 就是不健康 第一就是它的甜味剂 包括砂糖 不健康 沐糖醇不健康 另外一部分 就是它里边的奶 不是全部都是牛奶 它有一大部分 是这个 奶粉 还不是 是那个植物奶油 主要是植物奶油不健康 植物奶油不健康 它的甜味剂也不健康 就它里边唯一能称得上健康的玩意 是水 是牛奶呢 它不放牛奶 直接放那个植物奶油的 要不然它那个浓度 浓香是出不来的 确实 在家自己用牛奶 都是没有那种那么牛的味道 你这么看 星巴克 你能看着它 它是给你加牛奶的 对 要不星巴克贵 它就贵在这 另外那几家奶茶店 我是看着它给我加植物奶油 对吧 对 你见过吗 我见过 我见过 咱还站在那边 还讨论它加的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 要不然我也不会知道 它加的是这个 纯粹的植物奶 但是咱俩知道 别人不一定知道呀 对 谁谁天天盯着它看呢 做的过程 有人真盯着它看吗 我不知道 有啊 他们 不在意 不知道这有问题 嗯 那个植物奶 植物那个奶油 肯定是问题特别大 植物奶油 是这个 植物奶油 是这个 Omega-6 和凡是脂肪酸 就这两个问题 Omega-6 是它的油 选用的油的原材料 带的 凡是脂肪酸 是在它做这个乳化的这个 过程中 会带的 而且 凡是脂肪酸 低于一个数据 它会 就可以标称为 零反式脂肪酸 事实上 是不是零反式脂肪酸 那不一定 这是咱们 这是国家标准啊 就是它第一 到了一个第一地步 就可以标成 零 反式脂肪酸 那你说 这个奶茶 它让人上瘾的点在哪呢 甜呀 是甜 是的 甜呀 有奶味 浓 奶味浓 嗯 还有别的吗 没有 因为糖本身 粮食 就是糖 它就是一种饮 对 这我知道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而且奶茶算是一种 基本上大家都能买得起的收池品 嗯 你自己算了 你自己算了 现在奶茶变得多 你自己算了 你拿这么一杯奶茶 拿了一大杯这么高 这么高 嗯 多少钱 十多块钱 最贵到四十 对 星巴克最贵 你要各种各种料 四十五十 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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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咖啡类的和奶茶类的 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那个消费群体 应该差不多 对 像我爱买奶茶 我也会买星巴克 以后你就把外面买奶茶借了 奶茶一杯的量 一杯的这个奶茶 它的这个成本 比一杯的咖啡要低好几倍 对 就是一块钱卖十块 咖啡确实是贵 一块钱卖十块 嗯 哎 那你这么说 那是不是外边那些 买茶饮的也不要喝 对 除非你知道它用的奶油 不是 就是纯茶的那种饮料 对 他们没有时间给你泡 那都是浓缩茶 给你加东西 嗯 他们都是从总公司进 那个浓缩茶 嗯 要不然你看它那些 茶饮里边没有渣子呢 你自己自己 自己在家里边做奶茶 做茶叶的 肯定有渣子 免不了会有这个 细的这个茶叶茶叶末 对 茶叶渣 肯定有 它要是从工厂出来 给你做浓缩茶 它只需要兑水就行了 那浓缩茶 有什么不好的吗 没有什么不好 它就是便宜 哈哈哈哈 就是便宜 而且浓缩茶 嗯 目前看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不好 好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出去 我出去逛个街我口渴了 我买那种茶的饮料 我不加糖 那是不是就很健康了 你最好买纯净水 哈哈 那我万一我找不着超市呢 哈哈哈哈 你要是找不着超市 买不着纯净水 你也不可能买得着 奶茶 你也不可能买得着茶叶 就这么个事 好吧 他们因为他们 都开在一起 都开在人流最多的地方 流客去哪哪去的多 哪有奶茶店 它也就一般也就会有超市 没有超市也有烟酒店卖 卖瓶水嘛 对 对吧 刚才说那个奶茶是 反正你就是不想让我买 不想让我花钱 我可以给你做 哈哈 就是抠 我可以给你做 就是不想让我花钱 我可以给你做 咱在家做奶茶 除了有点茶叶 那个碎蟹以外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不会给你割糖的 对 确实不割糖的是味道上要 甜味剂呢 甜味剂呢 那看他加的是什么 木唐醇和糖相比 我觉得还是砂糖更健康 木唐醇不健康 他们商家都写零卡糖 至于零卡糖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木唐醇的话 应该不是零卡 就是严谨才说 木唐醇不零卡 木唐醇是跟酒精类似 都是到了这个 就是吃下去之后 通过胃到肝脏 变成脂肪 木唐醇是直接变脂肪的 它有点像果糖 懂 嗯 那 有些 有些那个食物上会写 就是什么 糖尿病人能吃 但是一看 它那配料表上有 木唐醇 那个 木唐醇是不产生血糖的 嗯 但是它在肝脏会变成脂肪 但其实也不好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人特别瘦 无所谓 没有肝 没有脂肪肝的问题 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糖尿病人吃的点心 会放木唐醇这件事 不在木唐醇 问题不在木唐醇 在这个食物本身 它是有好多粮食加木唐醇 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它是由面 一般来说点心都是面粉做的 你要说是饮品 牛奶加木唐醇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你又是一糖尿病人 你还没有脂肪肝的问题 这种几率不太大 对吧 你要是没有脂肪肝的问题 木唐醇的调味的牛奶 和茶饮就没事 但是这种情况太少了吧 一般来说都是很瘦的人 都会有脂肪肝的问题 很瘦的人 它会有脂肪肝的问题 因为人家有的喝酒 确实我原来有个同事 男生特别瘦 比我还瘦 他喝酒吗 不喝酒 但是他爱吃凉食 也可能也喝点酒 但是不是经常喝 他可能是硬臭那种 有脂肪肝 有脂肪肝 特别瘦 但是有脂肪肝 那木唐醇跟酒精 酒精是乙醇 都是醇 这种东西都是在肝脏里解毒的 但是乙醇呢 对胃 对肝脏的伤害更大 木唐醇没那么伤害 但它会变成 一样是会变成脂肪的 而且木唐醇和酒精 对这个叫痛风病人特别不友好 为什么对痛风病人不友好 这两种玩意儿 包括果糖 这三种东西都会抑制尿酸的从体内排出 就为什么喝奶茶照样痛风 痛风办 我懂了 你知道 现在好多人年纪轻轻就开始痛风 就二十岁出头就开始痛风 那也很正常 那可能是不是跟这个奶茶有点关系呢 就是爱喝奶茶或者爱喝饮料 你赖不到奶茶头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水果 奶茶 甚至这个可乐 雪碧 对对对 我原来有个学弟就是 年纪轻轻他就痛风了 二十岁出头痛风 他特别喜欢喝各种各样的饮料 去超市就是买一大堆饮料回来 大夫会告诉他们 就是你这痛风别喝碳酸饮料 但他其实没说的 没说为什么 他没说为什么不能喝 他会告诉你不能喝碳酸饮料 其实他也不太明白 他们也不一定是明白的 对 他没准也没准就是老师或者那听了一耳朵 说对碳酸饮料 总结了这么一个事 其实 其实是碳酸饮料里边放的这个 果糖 对 还有这个各种甜点里边的木糖醇 嗯 还有酒精 有多人觉得那个白酒啊 白酒是 白酒喝白酒不犯通风 嗯 其实这里是有问题的 白酒也是一样的 跟那个没关系 嗯 白酒作为高浓度酒 它对这个炎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哦 它实际上是抑制你的那个发炎 同时又抑制了一个尿酸的排出 嗯 OK 明白 明白 但是啤酒不一样 啤酒属于低浓度 低度属的酒 而且里边含有大量的那种糖浆物质 嗯 对 尤其是 尤其是那种什么叫蓝带啤酒 就水火那样的那种 那种 只要是啤酒 嗯 其实勾兑出来的啤酒反而健康 因为它里边基本不放糖浆 嗯 因为我见过他们做啤酒的那个方法 你说是啤酒 啤酒花只是最后提味 因为那个酒的那个 啤酒酵母的发酵 是要通过大麦 煮那个大麦粥 然后在那个粥里边发酵 发酵完了以后再往里边去兑那个糖浆 让那个啤酒的那个酵母吃这个糖浆 然后生生啤酒的那个那个口感 那个状态 就那个粘 有一点点粘呢 啤酒不是有笔水粘对不对 嗯 就那个出来的 所以说啤酒里边的那个糖浆它可能不甜 但它剩的这些东西 它被酵母消化掉剩的东西 也会导致痛风发酵 对 它是糖浆加上低濃度酒精 为什么高濃度酒精 不容易翻 就是那它是高濃度 所以它抑制 抑制这个疼痛 抑制翻炎 明白 有好多年龄挺大的 人为什么喜欢喝一口啊 就喝一口白的 嗯 就有可能它是因为 身体有炎症不舒服 比如它胳膊疼腿疼 腰疼脖疼 喝一口觉得哎 好的 喝点白酒浑身舒畅 对 那种感觉 而且疼痛会缓解 这是真有的 这是真有的 但 我觉得有些人会为了喝酒 给自己找借口 怎么说呢 其实这样 做生疼饮食也是 就浑身消炎嘛 就是脖子疼 那么的缓解好多 嗯 我现在就能理解他们那个 喝酒 为什么要喝高濃度啊 因为他喝下去之后 确实 就是 就感觉脖子不疼呢 消炎也不疼了 原来本来也不是特别的疼 但就是不舒服 喝完了就舒服 嗯 贼爽 是 真的 是 贼爽 现在我大概知道 这事是怎么样 我也能明白 为什么他这个酒 这个东西啊 就这么吸引人 说的可不是啤酒 说的是白酒 嗯 就是他有一部分的那个 抗炎症的作用 但有些人也爱喝啤酒 就爱喝啤酒 嗯 啤酒 啤酒 喝着这个 口感好 对 口感比 啤酒口感比白酒要好 那是你那么觉得有人就不行 我就喝不了白酒 我喝一口我就不行 我就晕 嗯 耐受不行 嗯 我喝啤酒我也来受不行 喝两口我就脸上通红通红 还是别喝 对 反正说脸上通红通红 喝完酒通红就是一个不好的表现 对吧 嗯 你身体 嗯 嗯 嗯 那这脸上通红是因为什么呢 只有东亚人种 只有东亚人种 甚至太平洋岛民 你都没有除了太平洋岛民 除了东亚人种以外 嗯 没有其他的人种会脸上通红喝啤酒 啊 没有 只有 只有东亚人种 就是 中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 朝鲜人 嗯 甚至一部分那叫什么 越南的 马来人 马来人都没有 你甚至新疆人都没有 新疆维族的回族的都不会 就是汉族 为什么 特别明显 喝完了酒之后 红脸 嗯 这是一种不难受的表现吗 是 按 也就是说 你只要是喝酒上脸 嗯 应该就都就别喝了 因为这个酒到了身体以后 这个红 是一种代谢中间产物的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叫乙醛 就是乙醛代谢成乙醛 嗯 这个乙醛会导致你的那个 全身的那个皮肤 保护张开啊 红脸啊 就这些事 但是这个乙醛 乙醛是一个中间产物 这个是一个致癌物 哦 就是明确 有明确证据的 一级致癌物 嗯 你可真厉害 能从 劝我别喝奶茶 到 劝我别喝啤酒和白酒 对 就都别喝 那我还有啥快乐 你有无糖可乐吗 就是那个黑黑字的那个 那个行 其实那里也有 也有那个果糖 没有 那里没有 一点没有 那个那里有林卡糖 那是阿巴斯田 对吧阿巴斯田 阿巴斯田和 他们是阿巴斯田和其他几种甜味剂的混合 那个还可以 目前没有 任何的医疗 医学上面的证据 证明阿巴斯田或者这种混合物 对人体有危害 没有 对 这我知道 而且毕竟咱们喝的也没那么多 不是把它当水喝 嗯 对吧 过过瘾就等我了 现在老说 零度可乐不好 那些 那些是说零度可乐不好的人 他们也仅仅停留在讨论他不好 谁也说不出来他怎么不好 对 没有具体的结论说为什么不好 谁也说不清楚他不好的理论 然后就告诉你不好不好不好 他也是听别人这么说的 然后他就一额传额 对 一额传额 对 甚至有好多那个 哎呀 道貌万人的 那种营养学家 嗯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你家里老看的那个 那个啊 那个眼镜 背后是弄一 弄一堆书柜 弄一堆书柜 然后穿着小 穿着套装 对对对 顺上西红柜 哎 这样给你讲国学 给你讲的养生 嗯 都骗人了 最后就是最后都是卖 都是卖货 都骗人 骗完了 其实他主要是立人设 然后就卖你东西 先让你信 信完了他就卖你东西 你信了他 他卖的什么东西 对你来的都是好东西 嗯 反正就是有人会信呗 嗯 不信的话他就不干呗 他就有生意嘛 卖人设 先卖人设 先把他打造成一个什么国学大师 营养什么这个那的 然后然后他所有的事情 他不告诉你原理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事 但事实上这套这套 这套吃得开心很痛 确实 因为有些人他就傻信 说别人说什么都都信 就不动脑子 还不是别人 任何人 他只要信了他就信了 他只要认定 这个人是一个权威 哪怕是伪权威 他都对这个人 就会对这个人深信不疑 所以他们才会包装嘛 对 所以才要穿西服 后边要弄好多书 你看我就不弄书 我那种话题都 每次话题我都说的都不一样 我才不搞那个玩意呢 对不对 真的假的 得自己去分辨 最后还是得自己学知识 毕竟现在这人家都说了 这个官方媒体都说了 居民自身是自己的第一的健康责任人 你听这么多医生说没用 你得自己学 对 酒病成医那没办法那是逼出来的 要不然全骗人全骗钱怎么办 你就得酒病成医就得自己学会了 你还都不受骗 你给我开一下什么民族要 不要 不吃 别开 没听说过 没用的玩意 没听说过 不吃 你看 你最后看他们所有那些挣钱的药 上面全都写着副作用为名 没错 还不如拿了钱喝点可乐去 又开心又爽 那我们最后总结总结好不好 不要总结 不是 我的意思说 你又不让我喝奶茶 又不让我喝啤酒 又不让我喝白酒 这些东西都不让我沾 也不让我喝有糖的饮料 碳酸饮料也不让我喝 那我应该喝什么呀 最好的饮品是 你给点建议 最好的饮品是纯净水 喝纯净水也没意思 我觉得没味 就喝点茶 可以加点柠檬汁 柠檬汁 柠檬汁 就拿弄点柠檬往里挤 那太无聊了 你得再打点气 打点气 有二氧化碳没有 二氧化碳打到水里边 出那个气泡水 那一点问题没有 因为二氧化碳也不稀疏 你到了胃里 到了胃里就 一加热就打嗝打出来了 二氧化碳不稀疏 在你喝的时候可痛快 那行吧 那我以后就只能 只能喝碳酸水和各种茶 我茶能喝吗 准确地说叫气泡水 那我茶能喝吗 热茶水能喝吗 我觉得你茶的话喝绿茶 为什么 喝绿茶 为什么只能喝绿茶 别的茶 咱们严谨一点 说乌龙茶和红茶 它的储存条件和制作条件 差异挺大的 你要上超市买的那个 我觉得问题不大 他们至少还会定期检查检验里边 会不会有发霉 但是你要从摊上散装茶 从大店铺买还好一点 但是 就是有品牌的 对对对 但是从有些厂子里 直接拉出来的这个茶 你喝不出来任何问题 但它有可能发霉 尤其是这种发酵茶 你是不是想说普洱茶 尤其是普洱茶 那不敢说 不敢说 普洱茶上回他们那个实验 有一个挺有名的实验 就是它那个 防水酶素超标 但事实上呢 普洱茶他们都讲究沉的 就是发酵好久了呗 不是 就是发酵的一大好包 做成饼 再放多少时间 这个过程的储存条件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中间它受没受潮 也不知道它是不是 有这个 就是这个被霉菌污染了 我们不知道 对吧 你想 它出厂的时候 它可能查检测完了 没事 但是从它出厂到你喝着 一年 不是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打开那个东西 你放在家里头 你的储存条件 又是另外一个 对对对 对对对 反正我是不爱喝普洱茶 黄曲霉素 好像很低的肌量就能致命了 但是 一般来说 这普洱茶 我感觉 有人说 喝完普洱茶 会拉肚子 对 我喝完普洱茶 就会拉肚子 那可能是普洱茶便宜走 嗯 黄曲 黄曲霉素的一大特点 拉肚子 腹血 懂了 因为身体认为它是毒 得赶紧拿这个水给它排走 有些人就觉得这普洱茶 往外排这过程是好 你知道吗 你喝歇药不一样吗 不就是歇药吗 反正我每次喝普洱茶 我绝对会拉肚子 所以我就不爱喝 嗯 行吧 今儿也就这样 嗯 还有啥下聊的吗 我们每天再说呗 哈哈 好吧 现在泡条又挺严重 行吧 拜拜